雖然大家會覺得說續航強悍是一個很好的優點 但是當你續航變得比較長的時候 你也會帶來一個隱藏性的缺點 而且呢 它是使用跟特斯拉相同等級的電芯 當然我過去也是使用一些標榜可以充筆電啊 充MacBook Pro的行動電源 但是都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它的功率 它的容量是不太足夠的 嘿大家平安我是阿康 前兩支影片呢 都是跟大家聊關於iPhone 12 Pro Max 以及MacBook Pro等等充電的相關訊息 那現在呢 雖然iPhone 12 Pro Max我很喜歡它 但是它還是有一個缺點的 這個缺點呢 不是說它的體積真的比較大 而是它的電量補電真的很麻煩 因為它本身的電池量就是比較大的 所以呢 它在回充的時候 其實就蠻需要那個速度的 如果你充電的時候 你是用很簡單的速度去充它 你還是會非常痛苦啊 你是充不太飽它的 那再加上前一部影片跟大家分享 我使用MacBook Pro 15吋啊 我的供電等等的問題 那有時候呢 常常外出廠商要我改一下影片的稿件的時候 這時候我多半就要走進咖啡廳裡面去找插頭嘛 或者是說外出跟家人露營 你要帶很多的轉接頭 很多的充電線 其實也是蠻麻煩的 雖然大家會覺得說 續航強悍是一個很好的優點 但是當你續航變得比較長的時候 你也會帶來一個隱藏性的缺點 就是你的補電速度跟補電效率啊 所以今天呢 就是跟大家開箱 Zenduro Super 10 Pro 這款補電效率超強的產品 其實它並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大喔 就跟你一個手掌是一樣的 我們拿另外一個致命品牌的行動電源來比較好了 它整體的體積呢 真的還算是比較好拿的 那我們整體開箱來看喔 Zenduro其實真的非常的貼心 首先我們先來講它的體積好了 當我知道這顆行動電源 它有到26800容量的時候 我第一個反應我是覺得說 哇靠它的體積一定會非常的大 非常難拿吧 但是其實並不會喔 而且呢 他們是還要附上這個防撞收納盒的 就很小很好帶一個 其實我覺得真的是告別過去的傳統迷思啊 不然大家對於這種比較大容量的行動電源 都會覺得它非常的笨重 非常的難拿 但是換到Zenduro Super 10 Pro 這款產品上面 我覺得算是有一個很好的改進喔 當然我們理論上來講 它還是比較大的 可是呢 它卻不會大到非常的難拿喔 一般我們在外出 我們帶個包包啊 背包 或者是公式包等等這些東西容量 也都是可以很輕鬆把它裝進去的喔 而且它的外觀真的非常的好看 是這種鋁美合金的造型 講到鋁美合金 其實就很像某知名品牌的鋁美合金行李箱啊 而且最重要是呢 26800 它現在是屬於可以攜帶登機的最大值喔 是可以放心帶著它出國旅遊出差的 也是多家航空公司指定的專用行動電源 反正現在大家都不能出國嘛 買它當作一顆小的商務行李箱 體驗一下出國旅行 其實應該也算不錯了吧 那當然鋁美合金的設計不是簡單好看而已喔 它也是為了有更好的散熱 其實這顆Zanduo Super 10 Pro 不管我是在重度使用的情況下 不管我是在回充 等等的各種情況 我並不會感覺到它非常的燙喔 雖然說它溫度是我增加的 但是它其實還算是溫熱的一個範圍 整個手摸起來呢 在天氣比較冷的情況下算是蠻舒服的啦 當然它就只有僅止溫熱的程度而已 就算你換到夏天 一定也不會什麼太大的問題 當然因為現在都標榜快充嘛 再加上現在的iPhone 12系列 也都把你的線改成是Type-C的接孔了 所以Zanduo Super 10 Pro 這一顆呢 它是四孔全部都是USB Type-C的形式 所以你是完全不會浪費 iPhone 12所給你那條Type-C主來年的線喔 那當然如果你本身 你還是有USB-A的需求的話 Zanduo Super 10 Pro 這一款產品也是非常的貼心 它本身內盒就有附一個轉接頭 讓你就算是使用USB-A的線 一樣可以去使用這顆產品喔 那講完整體外型以及實用呢 我們就來實測的階段啦 這顆Super 10 Pro 真的是一個電量的怪獸喔 當然我過去也是使用一些 標榜可以充筆電啊 充MacBook Pro的行動電源 但是都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它的功率 它的容量是不太足夠的 那Zanduo Super 10 Pro 這一顆真的非常的強 它單孔最大可以輸出到100W的效率 欸100W真的很誇張喔 你可以看呢 這是我實際帶它出去外出工作剪片喔 在整個高效率的使用情況下 還是可以給你撐個一個半小時左右 而且還給你補電20% 而且不要忘了 這是我開Final Cut Pro下去剪片 超高效能去耗它 那我們合理換算下來 當你帶著它 至少可以延長高效能的工作 三到四個小時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那也更不要講啊 如果我們只是一般情況下去使用 再延長高階的MacBook Pro 15吋16吋 8個小時也是非常輕鬆沒有問題 而且100W不是只有一孔而已啊 它可以達到100W的孔數有兩孔 那另外兩孔呢 最高也是可以達到20W快充 去充你的iPhone 12的 也是完全沒有問題 而且這顆還有一個非常貼心的地方喔 因為它本身就標榜高效率的充電 所以它是一個OLED的大螢幕 讓消費者可以很充分的看到 每個孔位的充電狀況 因為畢竟它就是一顆高容量 以及高效能的行動電源嘛 這個是一定要做到的 而且並不是單純的數字趴數顯示出來而已喔 這個顯示呢 是大螢幕配上護人機 清楚的讓消費者知道 每個孔位的輸入輸出 沒錯我還提到輸入喔 畢竟它是一個大電量的產品 所以它的回充輸入也是要非常快的嘛 所以呢 他們這時候也有推出一個Super Pro S4 來幫這顆Super 10 Pro回電 這顆Super Pro S4呢 我覺得也是一個黑科技啊 它本身的體積並沒有非常的大 還併了MacBook Pro充電器來小了一點 但是它是很貼心的三孔Type-C一孔USB-A的設計 我必須要講喔 這個回充的速度真的非常的誇張 好像我一直用誇張在形容他們家的產品 因為他們家的產品真的讓我非常的驚艷啊 真的想不到現在這個時代已經有這種產品了 光往是跟你比較保守的講 不到兩個小時就可以回充滿這顆Super 10 Pro 26800的容量 但是我實際實測呢 不要講兩個小時啊 大概就只有一個小時的程度而已啊 真的是非常的快啊 我只能說廠商你不要這麼保守啊 真的是不用花到兩個小時啊 而且這顆Super Pro S4呢 你就算不拿它來充這顆Zenduro Super 10 Pro 一樣可以把它拿來取代傳統筆電的充電頭 以及變壓器 真的好帶方便又功能強悍啊 所以其實整體來看喔 這顆Zenduro Super 10 Pro 真的是非常貼心 而且也能感受到廠商真的是非常用心 去想每個消費者的使用情況 其實呢 不只是我今天講到的大容量電子產品 MacBook Pro啊 iPhone 12 就算你是要充Switch啊 甚至一些小型的智慧手錶也都是沒有問題的 那如果你本身不是Type-Z的接頭 你也可以在他們官網呢 選配到適合多種筆電的轉接頭 這個也是完全不用擔心的 而且再加上我覺得這一點是他海放 市面上所有行動電源的功能 就是他的官網還有支援韌體更新喔 不管是各國的安全認證 也都完全不用擔心這顆行動電源會過時 而且呢 他是使用跟特斯拉相同等級的電芯喔 不管是充電效率、轉換率 還有整個的穩定度呢 絕對都是海放其他的行動電源喔 完全不是在同一個等級水平上面 各種安全防護機制啊 例如過沖、溫度、短路等等的這些東西 都是有很安全的防護機制的 所以在我一整串的使用下來啊 不管我是輸入還是輸出 重大的操他 其實都不會感覺到很燙手喔 頂多就是溫熱溫熱的那種感覺而已 所以結論來講 雖然我覺得這顆行動電源 他本身的價位是有比較高的 但是真的非常的划算喔 你可以算進去各種的功能進去 會買這顆行動電源的呢 絕對是你本身會有一些外出工作啊 出差、露營 你可能常常出去個三天兩夜等等的情況 我覺得當然是拿來工作 放鬆休閒的時候啊 真的是蠻值得參考並且花錢 在這類型的產品上面的 畢竟我相信很多人常常到Starbox 或者一些咖啡廳裡面 你走進去第一件事情 一定就是要找一個有插頭的位置 但是呢 當你有這顆Super 10 Pro的時候 你完全不用這種顧慮喔 隨便找一個位置坐下來 就可以完成你現在手邊 你需要完成的什麼重大案子 不然我相信如果是很簡單的案子 你應該也不會到咖啡廳緊急要做嘛 所以呢 我覺得啦 這顆Zen Duo Super 10 Pro 他其實對準的受眾就非常的明確了 真的很適合你是一些喜歡外出旅遊 拍攝 甚至常常出差的商務人士喔 那關門連結我就放在下面留言處 有興趣的人呢 再次去參考看看吧 好啦 那今天影片就先到這裡囉 如果喜歡影片 不用了按讚分享 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打開小鈴鐺喔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啦